《英文文化》 《三個鐘產黨》 今天講黃色經濟圈 其實我只會想起東莞的 黃色經濟圈 那就是黃色經濟圈 現在做到很大功成功 當然現在改一個名字,你可以叫做黃金經濟 Anyway,Kelby是想說,其實有關拜飲、拜食等 我們都說了很多次 其實很多角度去說的 我想我接下來會,可能現在出街那天 可能有些敏煉出來了 我覺得值得說的有幾樣東西 因為其實我不是最早那個經濟學家說 經濟學者說那些東西 其實我的partner 曾國平最早會說那些東西 我做訪問說過 他就說是很難的,你都分不到他 就是有些店,他裡面又有老闆,又有伙企 背後又有可能,再有老闆又有老闆 你都不知道他是黃雅男 變成他說,你這麼不清楚的時候 怎麼會是分得到 你分不到的話,怎麼可以做到這件事 這是他的看法 我有一點點,我明白他這些點 但我有一點點補充 或者是覺得,事情不是那麼簡單 或者不是那麼,未完結 有很多事情可以說的 那我記得一個角度 第一角度就是,譬如說 譬如說,所謂的黃色經濟圈 其實幾次我們在西方見到 最簡單的,叫做什麼 Fair Trade 譬如說大家… 公平的 對,尤其是咖啡做得最大的 他們有認證的 不是說很大 但是你看回他在整個咖啡的 這個sector裏面,佔個比例是… 不是說… 不是說投資料到很小都看不到 有一個比例的人,大家認為是… 我覺得有認證,有不同國家的 做這個認證 然後就說,幫那些… 非洲的那些農民 就是要確保他們 會給他們高一點的工資 這樣做了很多年 只不過同一個概念就是… 喂,你都不知道它是不是假的 但如果大家堅造這件事的時候 你就可以… 其中一個考慮的東西 就是做好認證 這是第一角度 第二角度呢 就是我想說了一點點的 那我…都不是我第一個提出的 其實… 我是… 就是independently 我自己想到可以這樣做 之後呢 我寫了一些東西 接著我給我身邊做… 做相關行業的人 其實是一些Token 是一些虛擬貨幣的做法 那我就…不是建議的 我就拿出來拋出來就說 喂,其實… 你說一個黃色經濟圈裡面 那其實如果大家用一個 currency 那就說有些黃店的 那它就收這隻Token 即是一些Crypto 即是叫什麼 加密貨幣的 那就是大家… 那意思就是說 你一個圈裡面 大家用同一個貨幣的話 那有很多好處的 我覺得 一來… 不想那麼多 你用那一刻 就提醒自己 喂,我是在參與這件事的 就是有一個認同感 OK? 就是會加強到你 覺得這件事是發生著的 那但這件事 又是跟之前… 譬如說… 其實呢 在歐洲有些小鎮都是這樣的 是嗎? 那些小鎮自己發紅貨幣 那你就在鎮上才可以用到這些貨幣 是的 那其實你就是促使了貨幣經濟 其實Crypto的概念 是的 我覺得… 黃絲幣那些黃幣 是的 Crypto再有另外一些好處 這件事是相對… 之前…譬如… 不知幾年前… 五、六、七年前… 龐一鳴 他做的那些… 不光顧李嘉誠 我想那個… 尤其是左派的朋友 很小圈子會支持這件事 但其中一個他搞不大的原因 就是說… 就是那個是李嘉誠 一來那個是李嘉誠 又沒有效果 即是你很想看到效果 那你用這個幣的話 你每一刻用的時候 你都知道自己在做 那另外兩個好處 一來他是加密貨幣的話 其實可以… 有些方法是做到… 是用那個人的身份 是比較隱蔽的 即是保護到用那個人的… 如果大家想要私人的話 那另外一方面呢 他用那個交易就很公開的 那你變成公開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說… 譬如有個說法就是 喂…這麼多間黃店 可能這間已經排了長龍 但那間沒有人幫助 那你排了長龍的時候 反而立即生意… 有些黃店說自己黃店 但沒有生意的 是的 你就透過這裏知道 那間不夠生意 那你就可以說 那大家如果吃差不多 就幫助多一點 這裏三個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說 譬如說有些人想捐錢的 捐錢的話 那我不知怎樣捐錢 那你一個做法就是 那我就買了這個幣 買了這個幣 其實就像一個經濟裏面 你吸收一些錢 就是換了的 之後怎樣都留在一個圈裏面 那會是透過那些消費 幫到一些黃店 就是幫到一些同學人 那有這幾個好處 那我會再在文章裡說一下 如果是這樣的話 譬如貨幣選擇什麼會好 那我有這樣的討論 我覺得是可以大家考慮一下 我覺得就是 第一就是你選哪一隻 哪一隻投票出 當然是最大的問題 是的 第二就是 我想你就算是做一個黃色經濟圈 你幫助一些不黃色 你無論任何經濟圈 你都不能夠去脫離 經濟原則去運作 你最多是不光顧其他人 如果那個黃絲那間店 做得不好的話 你都是有它折落的 也沒有辦法 所以你不需要光顧 幫助一些做得不好的那些經濟圈 但是我覺得這種經濟圈 可以這麼說 其實是一個叫做小共同體 是 一個小共同體這種方法 其實已經是從來都有的 這種不是一個很新的概念 以前猶太人就是做回猶太社 ECR人教有ECR人教的經濟圈 因為他們是銀行 或者食物全部 你都一定要去回那裡的經濟圈 其實大家所有的大機構 現在都譬如信網卡 新世界 每一個大機構都盡量去做一個消費圈 其實你只要一個人成功 就是只要你能夠維持自己的客人 然後再在街上吸引一些散客 你就贏了 這個我覺得是 其實是早已有之的東西 很多年以後 只不過你是再做一個另外一個新的community 究竟如果是黃色經濟圈 你Distinguish一個藍色經濟圈 究竟那個Distinguishment去到哪裡 我覺得是很 因為現在主要在一個消費層面 你會不會是去做到 你只要請黃色的人 就炒了對方的人 如果ECR人 可能說我們只要請ECR人 只要請紅和老的人 或者只是那些相同的人才做到 譬如猶太 猶太裔的 為什麼猶太人 猶太人特別成功呢 因為其實猶太人 也有一個大約的一個組織在 他們大家 就是天天照見口眼見面 到猶太社堂 你會說猶太人 猶太人 咦猶太人 我們那些錢就投資 支持猶太人 不要再支持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做社會媒體那個人 OK 其實這種的經濟圈 其實從來都有的 究竟你想把黃色經濟圈 整件事去到哪裡 不是黃色經濟圈 或者你订貨 譬如你做黃色經濟圈 你做一個走樓 是否和藍色切割和紅色切割 你酒樓用不做大陸入科 還是你全部都是 因為酒樓沒有辦法 你怎麼心想還是大陸做 否則做不到成本 究竟你整件事 當你是一個很迫的定義 你是很lose的東西的時候 大家求其為為了黃色 這樣都是有用的 但究竟你整件事 你究竟想做到什麼程度 我覺得是至少真實做的人 是不會這麼想的 但如果我們學會討論 我補充一點 然後問Henry意見 如果我寫了這篇文之後 然後有朋友就給我看 原來坊間已經有人討論 用虛擬貨幣做這件事 但他們的方案 我看完之後跟我比較 就有幾顯著的分別 就是說 譬如說 他是很反對 那些人用錢買這些幣 入金和出金都很煩 他們是很左派思想 就說我們不要有錢的話 我就怕怕被人說是圈錢 或者是 總之 譬如一個很出名的黃絲的一間店 總之我就派一些幣給自己圈內的人 是一個很... 怎樣說呢 是一個很... 即他不喜歡的做法 但不是的 在想到蜜蜜蜜 就可以有些方式去做的 我想他主要是沒有了金融的 component 即是他覺得有錢的人 那些人就會不相信你 是不是真的為了私心 是的 他很怕人入金 又很怕人勾金 即我講法就是... 即是覺得變成一種炒賣的東西 是他很怕 這樣就恍糕了 你生意已經是講錢的 你又要講錢又要不講錢 那你不如就... 你不要花錢就最好 所以他就說... 即是交換貨 我知道你是支持的 我就... 講心就算了 那些就阻交了 你阻交就不要碰這些東西 不要沾污了這個 用市場力量去嘗試改變這個環境的東西 我想他們有心的 但他們這樣做的話 沒有 我經常都說這些 那些就是海爺阿港的那些 就是這些善意 但你這樣做不到在經濟圈的 經濟圈就要靠自私去做 尤其是理論或者說法就是 我從來無緣無故好地地 我不理你南亞王都做你生意的時候 我現在無緣無故不是我王才做你生意 即是成本高了 我覺得這樣 即是你其他事情不節省 容易做的話很難搞你 其實我覺得這樣 如果你真的要做的話 你這樣做就死定 我講真正要做 如果你要做黃色經濟圈 其實你應該要贏的話 你自己的黃色的人 就只幫助黃色 然後就歡迎藍色的人過來 那你就會罵人 你明白嗎 你如果黃色經濟圈 只做了黃色 你就自尋死路 即是那件藍色經濟圈 我當然希望我藍色沒有 然後我黃色 你做了就死了 明白嗎 亦都沒有說要一個close 現在只是說黃色的人 就去幫黃色 沒有說到藍色的人 幫得黃色 你如果不喜歡 你不歡迎他 你一定做不緊張 亦都沒有人是不歡迎藍色的人去 只不過就是 你有時會做到一個氛圍 譬如那間整間都在抗爭 那你的藍絲進去都不舒服 那你就可能會走了 但問題就是 有多少人會因為那間黃店而不幫襯 我相信相比來說 有更加多人就沒有所謂 沒有所謂的人 其實你都是你的固化圈 其實你的目的 你做一個經濟圈出來 你希望自己的人的實力比較強 所以你應該只做到 我作為行司 你只是希望做到自己人 亂幫襯自己人 而街上有些街予進來 其實從來都是這樣 所以你講蜜蜜蜜的概念都是這樣 我只不過是促進了我們自己 更加凝聚或更加封閉 但就不代表市場封閉 只不過是黃色消費圈的消費者封閉 另外當然還有一件事 就是為何會有裝修出現 就是告訴你 第一 人們要見效果 碰爛一些東西 就可以見到效果 人們永遠都不明白 我們只是霸食為得 為何要裝修 因為裝修就是宣傳的效果 第二件事就是 你還要等那間店慢慢 吐下吐下吐死 你等到天亮都沒有 你搏爛那間店 第二天就死了 這就是因為黃色經濟圈未成熟 所以你就要靠一些破壞 去促使效果出現 當然我現在不是鼓吹 第一 客觀效果就是這樣 另外一件事就是 其實都是有互相競爭的 現在有很多人都說 例如你那個朋友 為了要跟這些扮王的鋪守 要去驅隔開 那你就要做更加多黃 我覺得其實跟相反一樣 好像我們之前說 為何可以裝修 裝修錯了 但裝修錯了 對有一個阻嚇錯了 黃色一樣 我扮王 都是一個效果 就是跟人說 這麼多人扮王 這個就是那些人 為何要跟那些人切腳 就是說 我譴責暴力 我譴責暴力 但問題是 黃李菲菲又譴責暴力 然後 但是你 你又沒有全身投入去過黃色經濟圈 你又說 你又說是人家那個叫做 臥底警察做的 那這些其實 從來中國人的准衝不准賴 准衝不賴就是 我寧願你男 假扮王 我著手打扮 你警察 你警察幫手扔磚 好啊 我贊成你這件事 你幫我手做這件事 我不管真是假 我都是著述 這個叫准衝不准賴 其實應該是 整件事 我討厭的不是立場 我討厭的就是自相矛盾 OK 我還有一件事 因為 現在蓮蓮農場 就說是黃店 我說你扮王 那怎樣才是真王 我要捐錢才是真王 要派稅才是真王 又或者 我要兜兜兜面 罵藍絲客才叫做真王 其實他本身都在不停互相競爭 所以你根本就不需要怕人扮王 因為你很多黃店的時候 你要Distinguish的話 你就要做更加多事 而扮王的 你發覺你做得不夠多 你一樣是會被市場淘汰 所以黃色經濟圈 有很多人說 這是情感消費 第一步就是情感消費 實際上它都是依照市場模式運作 你當然要好吃 你就可以吸到中間的客 你不用靠黃客 你當然就是要做得更加黃 你才能夠可以淘汰其他沒有那麼黃的店 你當然就是 我會說 可能是有裝修有阻嚇的東西 令到你有更大的誘因去轉黃 很多這些黃色經濟圈 其實都是表面上是一種情感消費 實際上都是市場競爭力 其實你多10% 平均你多10%的話 競爭力已經很強 你不用真的贏了 你做這個事情 我吸到家瑜回來 自己就自己幫助自己 你平均有10% 當然也會有很多折扣肯定 你不用連繫那些做得不好 其實現在已經有些店舖說 我已經很黃 我的店舖都兇了 很難吃 但anyway 你便做了一個廣告 有些人發覺 原來我的店舖兇了 買過這樣的廣告 那些人便會理會 我便要做 然後便會有人挑戰 你以前是藍的 你現在是白黃 你唯有做更多事情 去促使別人認識你 一間黃店 這些認證 防禮 很多事情我們都不需要擔心 市場會自然做 這集就到這裏